好现在著作全法要修正了 但是包含了音乐人像是这个 陈乐荣以及丁小文 方文山等等呢 总共有500人 他们昨天在这场公厅会上 强烈质疑修法放宽合理使用的项目 甚至放宽作品被枯肉使用的合法性 现场就有这个创作人说 以后青花池变成了马桶的话 他们怎么可以接受呢 这根本就是严重伤害创作人的权益 所以要求要来暂停修法 为此插画家谢力胜就在脸书 PO了一张KUSO照 暗风未来歌迷可能要失望了 因为下次进去讲上台的 可能不是歌手或创作人 而是唱片公司老板 或是广大的漫画迷 看到的会是便利商店店长 而不是憧憬已久的天才公读生 会写画面的背后 作家的心统统都在堂写 藉由这样的修法讨论 其实很多的问题 我们可以再拿出来检讨 那最好回应就是暂停修法 谢谢 有本智慧财产局 希望修法让法条更完善 但长官的办公桌 似乎距离创作人的工作室 实在太遥远 让许多知名音乐人 都忍不住到现场为自己发声 免得权益受损 记者程如群李正田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